现在是半年初一的晚上 我们一家妖心人和李喜猫围坐在火炉旁边 其实也没有围坐 这里面是谁 我们猜一下 看到黑脸了 不用猜了 这里又是谁 小妈妈 宝儿呢 她又想烤火 她又怕烫脚 所以她很聪明 坐在这个垫子上 鼻火也是很电的很暖 肉爸爸 肉爸爸也很喜欢火的 熊熊去一楼玩 刚回来 你看到银棒了吗 银棒是不是也在一楼 涛涛已经睡着了 在她的新年礼物上面睡得很暖 滚滚也睡着了 就剩我自己在自言自语 哎呦 哎呦 妹妹好可爱啊 你睡你睡吗 我不吵你 啊 你睡了 睡了 你不睡吗 你在干什么 嗯 耍子 她想睡那个垫子 好吗 好吗 打起来了 用眼神把小猫给赶走了 好吗 乱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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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棒原来睡在床底下 这个雷射影 这个春节呢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 拜访亲友 也不能去参加朋友聚会啊 亲戚聚会啊 那我想说的是呢 虽然不能去探亲访友 也不能参加聚会 有的朋友还不能跟家里人团聚 一起过春节 但是你们并不孤独 我们相互陪伴在一起 在这样特殊的时期里面呢 我们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尽量减少跟外人的接触 在家如果觉得无聊的话 就多来吸吸猫吧 我只要有空就会给大家拍视频 给大家拍照片 还有直播 我们一起来打发这些在家的时光 好好享受一下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 大家总觉得说 周末呀放假呀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 当做放假 当做周末来过就好了 多来看一些可爱的小猫咪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